欢迎收看小高 在结束三天的澳门行之后 全红禅已经重新回到北京国家队继续训练 备战后面的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次奔赴澳门参加活动的时候 活动第一天 全红禅还和其他的奥运冠军一起 到了澳门城市大学 和学生面对面交流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 澳门城市大学的校长 直接在现场邀请全红禅来这边上大学 还承诺将会给他提供全额奖学金 当时全红禅还连连点头 表示愿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很多粉丝都觉得说 是不是意味着全红禅 接下来已经有了想要上的大学 或者说有了保障 接下来很有可能将会奔赴澳门城市大学 来完成自己的学业 提高他的文化知识 为将来继续留在国家队做好准备 从目前来看 很多粉丝肯定是希望 全红禅能够有一所名牌大学可以上的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的话 目前他被澳门城市大学录取的事情 可能会有所反转 首先很清楚 当时全红禅答应对方的场景 是在活动现场 双方只是口头承诺而已 而且当时主要是因为这一所大学的校长 一直在连连逼问全红禅 当时禅宝才无奈的答应 让对方不会变得尴尬 但是实际上 会不会来到这所大学上学 目前还是未知数 因为全红禅还打算再拼一届奥运会 也就是四年之后的事情 四年之后 还会不会和继续和大学合作并不清楚 只能这一所大学确实非常有知名度 校长也很有诚意 想要让全红禅来这里上学 同时也可以提升他们学校的知名度 但对于全红禅来说 他能够选择的名牌大学实在是太多了 澳门距离全红禅的老家还是有点远 所以可能将来他想要上学 或许会选择在广东 或者靠近国家队的北京这边的名校 这对于他以后的工作和生活 或许会更加便利 另外一方面 全红禅在之前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 也说出了实话 他说自己还想继续努力拼搏 在赛场上跳出更好的自己 所以相信所有喜欢全红禅的粉丝 应该都很清楚 之前的承诺要上大学只是一句场面话 起码在这四年的时间里面 全红禅还是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赛场上 期待能够追平 甚至超越师傅陈若霖的金牌记录 而陈若霖是奥运五金王 超越厘的金牌记录 最后一路上 Yellowаров